随着年纪的增长,我们的身体和心理状态都会发生变化,尽管旅游是一种放松身心,丰富生活的方式,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,独自旅游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利的影响,以下是三个很现实的原因,说明了为什么年纪大了,尽量不要独自去旅游,不可不妨,传承国学精华,启迪智慧人生,欢迎订阅国学天地。 体力跟不上,岁月如歌,随着年轮的流转,我们的体力难免日渐是微,身体的耐力和应变能力也在不经意间减弱,旅游,这本应是一场心灵的盛宴。 对于老年人而言,却可能变成一场身体的考验,想象一下,张伯和李沈,两位年迈的夫妇,满怀期待地踏上了一次长途旅行,然而,旅途中的种种挑战却让他们始料未及,长时间的乘车让他们感到腰酸背痛,双腿沉重如同贯迁,在一次登山观景的活动中,李沈更是因为体力不支,险些摔倒在地。 张伯也是疲惫不堪,面色苍白,幸好他们及时停下脚步,稍作休息,老年人的身体机能下降,不仅仅表现在体力的衰退上,他们的免疫系统也变得相对脆弱,更容易受到疾病的侵袭。 旅游途中,人们来自四面八方,环境多变,这都增加了老年人感染疾病的风险,一次简单的握手,一个不经意的触碰,都可能让病毒或细菌乘序而入。 因此,对于老年人来说,旅游虽然可以带来欢乐和新鲜感,但也需要谨慎对待,在规划旅行时,应该充分考虑自己的身体状况,选择适合自己的旅游方式和行程安排。 同时,在旅途中也要注意休息和保养,避免过度劳累和感染疾病,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享受旅游带来的乐趣和收获,存在安全隐患,旅游。 这本应是一场探寻未知,享受生活的美妙旅程,然而,其中潜藏的安全隐患却不容忽视,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,这些风险更是如影随形,令人担忧。 想象一下,王老博退休后,渴望走遍大江南北,感受不同的风土人情,然而,在一次山区自驾游中,由于山路崎岖,转弯陡峭,加之王老博反应能力有所下降,一场突如其来的交通事故让他受伤不清,原本愉快的旅行,瞬间被阴霾笼罩,又或者,李奶奶随团旅游,途经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,然而,突如其来的暴雨引发了山洪。 整个小镇陷入一片混乱,李奶奶因为不熟悉环境,加上身体协调能力下降,在荒万中不慎摔倒,导致骨折,原本期待中的美好回忆,却变成了病痛与困扰。 此外,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还容易成为步伐分子的目标,张大爷在一次城市游中,由于对环境陌生,加上警惕性不足,不慎被小偷窃走了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,这不仅给他带来了经济损失,更让他对旅游的安全性产生了。 因此,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必须特别注意安全问题在出发前。 应充分了解目的地的交通、气候等状况,做好充分准备,在旅途中要保持高度警惕,注意人身和财务的安全。 同时,建议老年人选择有信誉的旅游团或结伴而行,以便在紧急情况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。 总之,旅游虽好,安全更重要,老年人应珍惜每一次旅行的机会,但更要注重自身的安全与健康。 只有这样,才能真正享受到旅游带来的乐趣与收获,容易被陌生人欺骗。 旅游途中,老年人总会邂逅行形色色的陌生人,从导游到旅馆的服务人员,再到出租车司机。 无疑不是旅途中的匆匆过客,然而,在这看似寻常的交往之中,却隐藏着一些不法分子, 他们利用老年人的善良和信任,伺机而动,进行诈骗或盗窃。 李奶奶曾在一次旅行中遭遇了这样的骗局,当时,她正在一家小店里挑选纪念品, 一个看似热情的店员向她推荐了一款价值不菲的玉器。 在店员的巧舌如簧下,李奶奶心动不已,准备付款购买。 然而,就在她掏出钱包的那一刻,店员却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偷走了她钱包里的现金,等李奶奶回过神来。 店员已不见了踪影,只留下一脸茫然和无助的李奶奶,这样的例子并非个例。 老年人在面对新环境时,由于认知能力下降,往往更容易受到欺骗和误导。 他们可能会被一些不法分子带到不安全的地方,或者被一些看似诱人的旅游项目所吸引,从而陷入骗局之中。 因此,老年人在旅游过程中需要保持高度的警惕性,不要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花言巧语。 特别是那些过于热情或者行为异常的人,在做出任何决定之前,都要三思而后行,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。 当然,这并不意味着老年人就不能享受旅游的乐趣了。 相反,适度的旅游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质量都有着积极的影响。 在旅游过程中,老年人可以放松心情,舒缓压力,拓展事业,增长见识。 只要他们保持警惕,选择合适的旅游方式和行程安排,就一定能够度过一个愉快而安全的旅程。 老年人在旅游时,安全和健康无疑是首要考量的因素。 那么,他们又该如何为自己的旅程筑起一道坚固的防线呢? 结伴而行,无疑是老年人旅游的最佳选择。 或选择跟团旅游,有专业导游和工作人员的细心照料,像是一双温暖的手,时刻守护着您的安全。 或与家人朋友同行,欢声笑语间,不仅增添了旅途的乐趣,更在无形中筑起了一道亲情的屏障, 让您在陌生的地方也能感受到家的温暖。 旅游前的准备工作同样不可或缺,对身体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,确保自己处于一个良好的状态。 了解旅游目的地的天气和环境情况,做到心中有数。 准备好必要的药品和防护用品,以备不时之需,这些看似繁琐的步骤。 实则是对自己健康的负责,是对旅程的尊重,而在旅游过程中,老年人更需细心呵护自己的身体, 合理安排行程,避免过度劳累,让旅途成为一场身心的享受。 同时,保持对周围环境的警觉,不要轻易接受陌生人的帮助, 更不要购买不明来源的商品,在享受美景的同时,也要时刻提醒自己,安全永远是低位的。 当然,面对突发情况时,老年人更要保持冷静和理智,不要惊慌失措, 而是要及时寻求帮助或者报警求助。 记住,无论何时何地,都有一双双温暖的手在默默守护着你。 综上所述,老年人在旅游时,只要做好充分的准备和防范工作, 就能够享受到一场既安全又愉快的旅程,让我们在旅途中, 不仅能够欣赏到美丽的风景,更能够感受到生活的美好和温暖。 总而言之,尽管岁月渐长,老年人独自踏上旅途须慎之又慎, 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与旅游的乐趣和益处无缘。 选择跟团旅游,或与家人朋友结伴同行, 老年人同样能够领略旅途中的美好风景和人文风情。 然而,在畅游四方的同时,老年人务必关注自身的身体和安全状况。 出行前,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,如携带必要的药品,了解目的地的天气和交通状况等。 旅途中,更要时刻保持警惕,防范不法分子的侵害。 只有这样,老年人才能在旅游中度过一个既愉快又安全的时光, 进享旅游,带来的心灵愉悦和身心放松, 让每一次旅行都成为老年人晚年生活中的美好回忆, 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,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,在下方点个赞或者订阅频道, 如果有什么建议,就在下方留言吧。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。